朋友们好 今天咱们风场又要取灭 还是从风箱里往处挑成熟风盖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玩个小游戏 我拿个木棒板随便扔 扔到哪个巷子跟前 离哪个巷子最近 咱们就开哪个箱子 看看从箱子里可以取出几张做到完全成熟风盖的 我现在扔了 一二三 咱们现在去找木棒板 木棒板在这儿 咱们就开这个44 17 现在让师傅开箱 咱们看看能取多少张 这边 这边差不多 这边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的 咱们会放进箱子里 让蜜蜂继续酿造到成熟风盖 这个漂亮 太完美了 今天只能挑出来一张 剩下的风盖都到了百分之八十九十 再有个一天两天 咱们等一下看一下44号 现在看这个44号能取出来几张 一张凉 一张凉 啥是每天都能往出去 每天 那里边是每天去 今天太热了 手机在太阳下总要死机 刚才两个箱子里每个箱子挑出来了一张 剩下的都做到了百分之八九十 再有个一天两天 还是可以在这个箱子里往出去的 所以做咱们这个成熟风盖灭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这一路跟旁边这一路 这就是咱们今天取的 这么一个箱子里有九张 这差不多有个一百六十张左右 大伙看一下 随便看 随便拿随便看 一个比一个漂亮 今天太热太热了 这样的天气如果在封场摇命的话 那真要老命了 幸好我们今年是拉回家 家里去在空调房子里摇命的 还有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大家吃蜂蜜 我想并不是要吃它的甜味的 如果要吃它的甜味 咱们去超市买白糖就特别实惠 所以我建议大家吃蜂蜜 一定要吃我们这种成熟风盖的蜂蜜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蜂蜜 咱们这种成熟风盖的蜂蜜 在蜂香里降噪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降噪的时间越长 加入的营养物质就越多 所以喜欢吃蜂蜜的朋友 强烈推荐尝一尝咱家的成熟风盖蜜 跟市面上那些41度42度 所谓成熟蜜的口感味道是不太相同的 咱们每天可以陆陆续的网出去 下单的朋友千万千万别着急 发货可能会延误几天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见